8月底有民众到日本旅游突然发生脑出血 海外医疗费用高达上千万 让家属相当的苦恼 旅游平安险要保多少 只靠刷卡的旅游平安险购吗 有需要加保海外其难救助服务吗 理财APP连线访问 政大风险管理与保险系彭金龙教授 彭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午安 是老师我去年去纽约旅游 就去之前问了一下 保十七天旅游平安险 要价好几千块就打退堂股了 老师旅平险怎么这么贵啊 还是我找了一家最贵的 我想那个主持人 你是不是这个没有看清楚多个零 应该要旅平险现在 价位要买到一万多块 应该是不太可能 还是你们全家去买总和这么多 现在假设我们买一个现在豪华版十天保额一千块 把所有旅游不便还加了海外突发医疗旅平险 这样也差不多一千五百块左右啊 可能是好几千块啦 可能是好几千块 我那时候就印象说 旅游平安险怎么这么贵 那老师这个旅游平安险保的到底是什么 我想旅游平安险以前我们曾经讨论过 这个旅游平安险是我们一般的俗称 其实它的在法律上名称 它就是一个伤害保险 就是我们讲的意外伤害保险 那它跟我们传统买那个意外险最大的差别 它就是在只有承保一个比较短的时间 就是它是比较短期的那个意外伤害险 那我们把它冠上 它通常是为旅行目的嘛 我们就称到为旅行平安险 它主要承保就是因为你在海外旅游的时候 因为意外事故啊 导致这些所谓的身体失能 就是以前我们提到的残队 以及死亡时的这些的保障 就跟我们的意外险是很像的 是老师说保的是伤害保险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保这个海外突发疾病 或是意外伤害医疗的话 是要附加上去的吗 还是说 通常我们假设 不管你是跟残险公司买 或是骤险公司买 你买的旅瓶险通常他们叫做 就是它的主险 那主险大概是就刚才讲的那个旅行平安保险 另外呢 当然在海外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附加的部分呢 那都是要再附加 比如说意外医疗 像比如刚才主持人提到海外突发疾病 这个都是用附加的方式再把它加上去 通常他们在建议方案的时候 都会建议你直接把它附上去 比较少人直接只买个阳春版的这个旅瓶险 比较多 像我们刚提到那个民众到日本旅游脑出血 就它没有任何的保险 海外医疗费用高达上千万 所以到海外旅游的时候 最难估算的就是医疗费用 所以老师刚刚提到这两个附加险 包括海外突发疾病跟意外伤害医疗 这两个是必要的 那这两个有什么样的差距呢 我想刚才主持人提到其实蛮好的 就是说我们通常里评险 比如刚才讲意外伤害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身库跟残废 这大家都很能理解 而且就是比如说这个给付的金额 就跟我们的保额是很像的 就是保额一千万 它大概就是比如说身库它就是一千万 但是我们在海外 因为那个状况就不太一致 因为每个地方它的医疗水准 跟医疗费用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很好 就是万一生病了 或是它是意外需要医疗的时候 那这个费用 通常都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 跟你去旅行的地方不一样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 高得下人对不对 这个费用可能是高得下人 哇这个在台湾 因为我们太幸福了 因为我们有全面健保 完全无法想象 就是有太多的例子 让我们看到这非常 可是举一两个例子好不好 这个费用有多吓人 我前几年就是上网看到一个短片 就是一个留学生 他特别分享他一个经验 他说他因为好像身体不太舒服 他就觉得很紧张 在台湾通常我们有病 就拿个健保感去去看了 觉得好去医院里面 结果他待了四个小时 他说到了X光 打了一点抗生素 后来他回去等账单 收到账单的时候 下一条 三十万台币 三十万台币 这在台湾搞不好就是几百上千的事情而已 对不对 对就是这个其实上 台湾如果急诊的话 现在还是四五百块吧 对但是 我有看过这个资料 平均在美国 是一些比较 这普通住院一天 差不多费用相关医疗叫住院 可能就是差不多要九千块美金 哇那真的是负担不起 如果说是要住比较长时间的话 对那所以说住院十天 大概差不多就要破产了 是好 老师刚解释这个海外突发疾病的部分 解释完了吗 还有意外伤害医疗 这两个部分 就是海外突发疾病的部分 它是针对你的疾病 就是因为突发的疾病 它就不限于说是因为意外事故 刚刚的意外伤害医疗 它是要真的就是意外所导致的医疗才有 就像我们买意外险的医疗 那你疾病的医疗它就没有 那海外突发疾病 从那名称听就是 它就是只要突发的疾病 它就会给 所以两个 它给付的那个项目有点点不同 如果说投保的是意外伤害医疗的话 它保障内容是什么 就是有意外伤害都可以保 就是因为你意外 比如说就这样出去跌倒 车祸 这样你可能需要去住院 门诊 这些所谓的医疗的话 那它就会起付到 就会启动到意外伤害医疗的部分 没有住院的话 可以申请理赔金吗 就它是我看那个商品 他们都是个总限额的概念 就说它比如说你总共支付多少 然后有些可能健保会付的 扣掉健保以后的差额 它会有个限额 比如说10万块 3万块 或是不然 看你买的额度 它就以那额度作为一个上限 那海外突发疾病的话 通常那个给付的金额就比较高了 对 可能会高到哪里 像很多它通常按照你的保额来计算 比如说我看到最多的商品 就是你保额的10%或20% 比如说我刚才讲 你若是保个是足险 你只保1000万的话 那你的可能是海外的这个 所谓的突发疾病 它总额 它就可能是有100万 如果20%就有200万 这样的额度 那如果说我们出国去投保 铝瓶险的话 大概铝瓶险这些医疗附加保险的 保额要多少才够呢 不同国家是不是也不一样 就是刚刚铝瓶险的部分 我想这个比较好估计 我刚才讲是保额要多少的话 现在因为我们出国每个人 他要通报会有限额 通常大致上应该买最多的 应该是在1000万上下 或是600到1000万左右 有可能买到2000万 如果超过2000万以上 可能他有手续又比较麻烦 铝瓶险的部分呢 我想大部分就是 因为他金额不高啦 就是保费其实不高 所以他可能就买的这个额度呢 我觉得大概就是 如果可以的话就买高一点吧 所以如果说去美国加拿大 跟去非洲的话 保额也应该不一样对不对 那个铝瓶险的足险部分 他应该是没什么差别 他们在那个比如说海外突发 这个疾病或是那个意外医疗的时候呢 他们很多就会按照那个不同地区做加成 比如说大家所 他本来就会加成了 你不需要再去加 就是额度里面 对他整个设计上 比如说你去的是比如说美国的话 他就会成长比如说300%就3倍 日本大概1.5倍 他会有一个不同地区 会有不一样的这样一个额度啦 因为美国的医疗费用比较高 是因为这样吗 那当然 美国的话大概是大家都会 会非常非常惊讶的地方 因为他的医疗费用 我想大家随便上网查一下 大概都会 都不是我们在台湾所能想象的费用 是 很多人都以为说刷卡交团费或是机票款 就会负责旅游平安险 可是刷卡负责旅平险 跟自己买的旅平险一样吗 我想 就像比如说 我们现在很多信用卡主推 他就说你刷卡的话 就会几千万 保温都很高 不过因为各位想 那个东西都是我们所谓的 就是免费证重 那大概都是比较阳春版的 他不太可能跟我们买的旅平险 还有就是这些 还有医疗来的一样 他们最常见 就是他那个保温 大概就是承保这个所谓的 飞机搭乘期间是最多 比如说你就是在 从你登机到下机这段时间 他主要是承保你比如说 摔飞机 但是你离开以后 就不会承保了 他很多的条件 只有在那段时间而已 很少是像 比如说我们自己买的 那个旅平险是全程在保障 根本没有包含意外医疗在内 对不对 有些有 但是看你是卡的等级 比如说你是一个 那个全世界卡 无线卡黑卡 我想那个大概就有 但是大部分我们一般的 那个信用卡的话 你去刷的话呢 不见得有 那通常大概就只有保那行程 那有些就要看你的卡片的等级 这点要 自己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如果说透过朋友或家人 帮忙刷卡付团费的话 有没有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保障 他这部分 我记得说说因为刷卡所并随这个部分的话 应该只是针对那个刷卡 那个就是带刷的部分 这还要再确定一下 不过我想说假设你有保险的话 还是要问你各家信用卡公司 他所提供的服务 因为像我们在讲这个东西 即使我们刚才提的那个 比如说刚才 这么多的旅行相关的保险 每家公司差异在很大 我想还是要问你的那个信用卡公司 会比较保险一点 老师淘宝旅评险之外 有没有必要再加保海外急难救助服务呢 海外急难救助啊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各家公司呢 其实上他都有跟那个国际 这个急难公司合作了 他们每家提供也不一样 我看起来他应该是 只要你有附加这个 只要你有买他的旅瓶险 通常他大概就包含这个服务在内 好那就看你买的这一家 他所提供的国际这个海外急难救助的范围 可是这样保费应该会更提高吗 还是说就是附加在里面了 没有再提高保费 他是应该坎盖在里面 所以很多公司他的条件就是 比如说你买旅瓶险 你又是他们公司 比如说其他选种一定保额 或一定保费以上的客户 他有分级嘛 他会给你不同样的等级 所以海外急难救助服务 他通常是一个跟国外一个 急难救助公司提供的服务 看起来是没有再额外的再多说 他应该含瓜在你的那个整个保费里面 是还有一种叫旅游不便携 我知道老师暑假出国的时候 有获得理赔 是不是讲一下老师自己的经验 这个我想说我大概每次出国 我大概都会去买这里 都不变险 那这是上一次在父亲节那次台风 在美国刚好就用上了 那就等于说 是飞机没飞吗 还是怎么样 因为台风嘛 就台湾台风 所以在美国的飞机就延后10小时 那我这样就因为 它是每三个小时一个段落 它就好像是每延迟三个小时 它就给一笔钱 然后就刚好超过九小时 它给了我三段 不如小补 至少弥补我在机场当了一夜难民的损失 好 所以老师没有去住住宿旅馆 然后是在机场窝着 那到底你的保费是多少 你拿到多少的理赔金啊 大概我的保费大概一千出头 大概我领了差不多有十倍以上的这个保险金 差不多是这样 哦 这样子真的还蛮补的 那老师那这个旅游不便险主要是 就是保那些 比如说行李医师啦 航班延误等等 对不对 那您建议出国要投保这个旅游不便险吗 旅游不便险其实范围各家公司不一样 它的花样真的非常非常多 像刚才主任提到除了班机延误啊 你改搭班机那班机取消行李医师 还有像比如证件医师啊 什么信用卡到刷这很多很多都都都包括在那里 不过我觉得像现在假设我们出国这么频繁 而且你搭证你是多等于多航段 或是你有转机或是有这些比较复杂的航程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遇上旅游不便险的这个机会 给付的机会还蛮大的 而且其实上有 那保费也还不贵吗 也还可以接受 我觉得还算合理啦 就是说我觉得看起来它的项目很多 因为那个毕竟他们现在就说 我感觉他们在推这个东西 但相对的费力是不是有 有真的完全反应 这我们就还不知道 不过我感觉起来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 好今天非常感谢政大风险管理与保险系 彭金龙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彭老师 好谢谢大家 谢谢